郭七巍 好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先開始 各位早 我名字叫杜秀文 本來這個Session應該是 馬來西亞都亞太區的技術總監 尾山农府应该要跟各位介绍的 不过他今天家里面有点事情 所以他过不来 所以他就托我帮他讲这一段 这一段基本上是 俄国标准的马来西亚的一个概况介绍 基本上介绍一些概况 介绍一些目前的状况 然后他的未来的发展 尤其是他road map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一项都是 非常受欢迎的卡原式资料库 这是DB Engine非常有公信力的一个调查机构 它所做的一个调查 它有一些调查的 它有一些标准 这些标准包含了你的使用量 你的使用的人数 或是你发表的文章数等等 在所有的关联式资料库里面 马来西亚排名第二 单第一个是Oracle 这是非常老牌的有名的资料库 如果说你是还能开源的话 马来西亚是所有的开源的资料库 排名第一 而且它跟后面几名 前面赛名我想大家都是将近1000分左右 跟后面几名它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然后对于开发人员 各位应该都是开发人员还是DBA 你们有人是DBA的专业吗 好像没有 开发对不对还是开发 这也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像Oroqua或是DB2这样的database 可能很大部分的用户 或很大部分会关心他人的都是operator或是DBA 可能是他大公司嘛 大公司他花了钱买了以后 他会养一些人专门去管这个database 会有这个DBA的人这样的角色 但是MySQL这种Open Source的database很常见就是 因为它几乎是零成本 你可以直接从官网上面downloadMySQL 然后直接安装 甚至有一些包装 我们要是LAM的架构 Linux Apache MySQL 和PHP 或者是任何的PUR 任何的Program Language 都是属于P P这个字眼底下的 这个LAM架构里面呢 有很多的用户呢 就直接把Linux的包装打开以后 里面就是MySQL 所以他是Devurper 他需要一个环境 他就直接把MySQL拿出来用了 直接把MySQL拿出来用了 所以Devurper会用MySQL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是JetBram 他所做的一个分析 两个啦 一个是JetBram 另外一个是Stack Overflow 这些都是网上论坛 他们做了一些分析 发觉Devurper对于资料库的使用 MySQL还是差不多就是一半左右 差不多一半左右的 这个Devurper会优先使用资料库 那MySQL的出来的时间 是好长一段时间 它第一个版本是1995年出来的 所以到现在呢 二十二十八年了 二十八年吗 对 二十八年 那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 他一开始他是市场开拓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 观念资料库了 他如果直接说我的观念资料库 拿来卖钱的话 因为它是很小的产品 很小的品牌 没什么人知道 一个瑞典小公司 就叫MySQL的小公司 那所以他就想一个突破性的策略 就是Open Source 就是Open Source 那走Open Source 然后是完了以后呢 在市场非常受到欢迎 但是呢 因为是Open Source 所以在上面资料赚钱的机会相对比较少 它提供一些 Consulting Service等等这样的服务 或是提供Support Service 但是能赚钱的机会不是很多 所以它一直没有长得很大 那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 有家公司叫Sun Micro Session 这个公司已经不见了 那我是那个时候是在Sun Micro Session Sun Micro Session merged了MySQL 然后呢隔了一年以后 Oracle宣告说我mergeSun Micro Session 所以接着这个机会呢 MySQL进入了Oracle 那变成Oracle底下的一个事业单位 变成Oracle底下的事业单位 一直到我现在还是在Oracle 那Oracle在拥有马来西亚这么多年以来 大概有13年的时间 那它做了蛮多的创新 尤其这几年 这几年它的创新相当多 但从市场上面看起来 好像不是那么有突破性的一个创新 尤其这两年它可能大部分的功夫 都花在做云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在A到A上面 或者是Google的GCP上面 都可以找到MySQL 它就直接用MySQL拿出来 包装去做service 因为它是open source 那它在GPA底下受到一些保护 所以它的产品没有出去的时候 没有到别的客户那边去 或是district给它的客户的时候 它的产品是说它是可以用的 它直接拿来赚钱都可以 那我们看到那些云的服务商 在这上面赚了多少钱 所以Oracle它也想要说 我要推云服务 但不光是只有MySQL 它是Oracle所有的产品都在云上 几乎都可以找到 包含ERP这样的东西 MySQL它也推出云服务 推了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它这次上面几个创新领域 第一个 高可用 它非常强调高可用 MySQL的高可用非常成熟 非常的powerful 第二个是产品的怎么去提升 我们的Developer 也就是我们跟一些比较popular Developer工具来互相结合 这个它做了蛮多的一些 它不光是说我自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MySQL自己的一些工具 一些前单的工具 比如像Wapbench这样的东西 或者比较新一点的 像MySQL Share也没有用过 可能比较少人用 MySQL Share建议各位 有时间的时候 你直接download下来看看 但是最新的我们后面会介绍 VS Code 如果说你很熟VS Code的话 好消息的是MySQL底下 你可以找到VS Code MySQL Share的PlugIn 它的界面几乎跟MySQL相同 而且它基本上 还加上了Wapbench本来的功能 Eventure最后 我觉得那两个Wapbench或是MySQL 可能不会完全消失 有时Wapbench可能使用的人 还是蛮多的 但是它慢慢的 这个人 就是我们在上面 投注的信息会比较少一点 投资资源会比较少一点 很大部分资源放在什么 放在VS Code上面 然后我们还提供了一个 分析性的引擎 但这个引擎只有在云上面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是我们加了一个Layhouse的功能 但这也是在云上面才有的 如果说你今天有个 非常大量的数据 你可能是好几百个TB的数据量 然后你需要去导入 Database面的时候 你从Netabase倒进去 那个不太靠谱 不太现实了 为什么 因为几百TB 你要从外面的Fly 里面倒到Netabase 你可能倒好几天 甚至好几个礼拜才能做完 这个时候 你可能只能是做 one shot的一个分析 而且大量的资料 它在分析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信念上的问题 我们提供一个功能 叫Layhouse 然后我们在管理性上面 的这个创新上面 也加了蛮多的功夫 那Mysel它在管理的工具上面 但很常见的就是用Wordbench来管 或者你只用Mysel command line来管 那个用 是蛮好用的 但问题是很多的技术 是比较过时的 那我们新的那个做法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务 叫Mysel command line Service 它就直接放在云上 来帮你做man line 但这个是对付费的用户 但是对于没有付费的用户 我们在Wordbench上面 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管理 和健康的工具 还有Maticloud 我们可以支持 不光是只有说 你今天是用Mysel 如果说你用AX云 用GCP的云 那我们可以让它并存 我们提供一个并存的部分 第一个呢 先谈它的高可用和安全性 Mysel很传统的高可用 是用异步复制 各位有没有做过异步复制 Mysel的异步复制 好像binlog 类用binlog 所以基本上异步复制 它是这样子 它是你有一个master server master server 你会把binlog打开来 它有个东西叫binlog打开来 然后你会有slate server 我们现在名称可能改一下 我们叫resource server 跟replicate server 这个replicate server 你会做一个config 说我今天change source change source到哪里呢 change source到我所指定的一个源头的database 然后呢 给它username,password等等等等 这是告诉它 我今天用你的account去做复制 去从那个source database去做复制 然后接下来就是startreplicate 以前老的指定叫startreplication 对,startslate 叫startslate 以前是叫masterslate 我们现在叫source和replicate 我们叫startreplicate 那它就会开两个线程 一个线程叫做IO线程 另外一个线程叫做SQL线程 IO线程会负责到binlog 远端的master的binlog上面去捞 你有没有新的资料 有我就捞过来 有我就捞过来 捞过来以后它会先暂存它的缓存区 叫relaylog 它不会直接进database 另外一个IO线程去把relaylog里面的资料 直接捞进来写到database里面去 它这个过程做完以后 你在master上面所做的所有的 现身修改删除等等的操作 你都可以在slate server上面可以看得到 master server用这种方式可以做得到 用这种方式来帮你做同步 非常简单,非常成熟 但问题是它是一步复制 一般来说你会有两亿上database串起来 要做高考量主要的目的有什么 大概不外乎两个 一个是要做备份 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的master server挂掉的时候 好歹你还有其他的slate server 你可以favor到那边去 另外一个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扩展它的毒的容量 对不对 你可以扩展它的毒的容量 那写的容量只有一份 写的容量就是你那个source database 但是你的slate server 或是我们叫repaq server 可以有很多个 你可以有10个repaq server 甚至如果说你的master server够力的话 你可以100个slate server或是repaq server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让你这些毒的操作 在这个10个slate server上面去轮着打 这个无形中就扩展你毒的容量10倍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场景 但是如果说你用这种 异步复制来做favor的时候呢 来做高口用的这个favor的时候 会有个问题 因为它是异步复制 它不是保证你随时两边的database 都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 刚好你的master server 有大量的写在上面发生的时候 然后你的master挂掉了 然后你说要favor到slate server上面 对不起 有可能最近这几笔资料没有过去 这可能就扎成你会感觉它掉资料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解 那这是传统的做法 我们的解在哪里呢 我们用所谓群组复制 或者是用所谓groupication 英文叫groupication 然后上面有做了一个完整的包装 做得更完整 database是核心 在database上面呢 我们没有任何插件 就原原本的MySQL 当然必须在MySQL 5.7以后版本才有支持 5.7或是8.0 建议各位 如果说你现在要用MySQL 一定要用8.0以后的database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MySQL 8.0以后的database 你可以做个配置 你可以设定说 我要做groupication 然后你可以设定说 这个group的replication里面 有几个节点 有几个database 那节点数呢 原则上是单位数 单一个没有任何一嘛 你会有三个 五个 七个 最多九个 为什么要单位数呢 因为它底下会形成一个高可用架构 这个高可用架构里面呢 你可以设计说多写 但是你也可以设定单组 你可以设定多组 你可以设定单组 那如果说你是多组的话 它底下会有一个运算法来 说今天你有个change 比如说有update进来了 update到你某一台server上面 那它会去问其他两台server说 我现在可以做这个变更 如果说其他两台server 有任何一台回应它 它就拿到多数据 这个algorithm我们叫做passes的运算法 那个passes的运算法在这个database底下 它有一个module 叫group communication module底下来做这件事情 那passes运算法呢 它就会去取得多数据 所以结果我们为什么要单数 如果说你是三个的话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回应你说 我同意你这个变更 这个变更就真的会发生 如果说它没有拿到多数据 这个变更是不会产生的 会被roadback回去 而且它会被隔离 因为它是预防这种脑裂的状况发生 所以脑裂就是 有时候我们可能碰到 比如说你只拿两个database 串起来 然后这两个database它都是好的都活的 但中间网络断了 那网络断了 那这两个database 如果说你一边 某几个transaction写第一个database 某几个transaction写第二个database 那这两个database中间的资料就不一致 你会得不起来的 那这是我们说脑裂 我们不希望发生脑裂的状况 所以我们用pax的运算法 来处理这种脑裂的状况 那多数据 所以你是三个的时候 它只有两个人同意 但自己本身一定要算一票 你是五个的时候 你拿到三个人同意 那个传认就会发生 这是groupification里面的这个做法 而groupification它主要的用意是怎么样 第一个它保证你的资料不会丢失 只要你的transaction写打下去 新生修改删除按commit打下去 它告诉你commit success 代表说这个transaction真的会出现 不光是在当下这个server上面出现 当你这个server挂掉的时候 到另外一个server上面 它也可以看得到 它不是随时的强移植性的负质 当然我们这样可以设定 它所谓groupification的consistency 它的一致化 你可以设定说 我D4预设它是叫eventory 所以eventory就是不管了 我不管 你自己做你自己的 这跟一般异步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你今天做favor的时候 即使你在eventory 虽然第一时间它可能会看不见 但是你的transaction 它一定 一旦告你camele了以后 它一定会送出去 最起码是存在它的reload里面 你在它的缓存区里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缓存区有资料的时候 当你favor的时候 你被favor的那台server 新的主server上面 可能database里面还没有 但是在reload里面 在缓存区里面有的时候 它会持续去消化 过了一阵子之后 你可以看到 资料就完整的出来了 这是eventory 但有人不太喜欢这样子 为什么你favor的时候 可能前面几分钟 你看它是不完整的资料 它不希望出现这个状况 你可以设定它的consistency level 设定是before 或是before and after before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translation打进去之后 它要确定说 我这个要出去之前 别人都已经 应该怎么说 我今天要做下一个translation之后 我以前的translation 都已经到别的server上面都出现了 after代表说 我今天这个translation要做之前 我要确定 我要确定 我这个存信要接下一个存信之前 我要确定这个当下的存信 都已经在别的server上面出现 用这种方式来保证它的强益之性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的速度会比较慢 因为它要等速度比较慢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设定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after favor 如果after favor 基本上是跟inventory是一样的 但是你做favor的时候 它会等 它不会直接把connection给你 不会直接把新的组的connection给你 你的client都会在那边等 等一下 等它所有的产生都已经消化完了 再开放 这样就不会感觉到有异常的状况 这是高可用 我们用这个架构 帮助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相对起来group location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比较复杂 第一个它开机顺序可能有一定的讲究 如果你开机顺序 如果说你整个group上下来了 然后重新再开的时候 你开机顺序不是按照它那个顺序的时候 你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然后它会开不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做个包装 这个包装我们称为innoDB cluster 这innoDB cluster 基本上它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一个工具 就是我前面讲的马来西亚Share 马来西亚Share里面它有很多的API 有些API直接让你去下SQL meeting 或直接让你去操作马来西亚5.7以后 可以处理的Document-based data 就是它可以处理JsonDocument 可以当成像MoguDB这样的东西来用 那个是马来西亚Share上面的马来西亚X API 可以帮你处理的 另外一套API就是做这个 做innoDB cluster 它的API的名称前面叫DBA DBA.什么东西 你靠几个指令就可以很简单的 去把这个Gruplication架起来 在那个MoguDB cluster上你去下 Create cluster 它就帮你做一个cluster 还有更有意思的是 它还加了一个东西叫MysRouter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你的AP端要 底下是三个DataBase 帮你构成一个高口用 如果说你是单组模式 今天哪个是组 你的DataBase要能够知道它 哪个是组 或者是你今天Failware产生了 你那个组掉了 你Failware到那个slate server上面 不,Second server 现在不叫slate server Second server 现在哪一个Second server 是被组模式变成组 你的AP要知道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让你不需要管这套 我们中间加了一个东西 叫MysRouter 也是MysRouter底下 所提供出来一个middle tier 它是放在你的AP 跟你的DataBase中间 一个MysRouter 那这个MysRouter呢 你可以叫它开机之前 你是叫它做个bootstrap 就是MysRouter 然后刚刚bootstrap 然后指定说 你bootstrap的时候找某一个特定的DataBase 找某一个特定的DataBase 那这个DataBase里面 它会有一些Metadata的Information 告诉你说 我今天这个结构呢 是怎么样子 我有三个节点 还是五个节点 哪一个是Primary 或是我通通都是Primary 我可以做MultiplePrimary 大家都可以写 不过现在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建议用SinglePrimary 因为SinglePrimary的问题会比较少 速度也会比较快 比MultiplePrimary要快 然后你的Router做bootstrap以后 这个Router就会知道说 你的这个架构是怎么样 你的AP不需要看到这些DataBase 你AP看Router 由Router来帮你引导你的Transaction 到适当的DataBase 而且Router上面可以做读写分离 它基本上同一个Router的IP Address里面 可以开两个Primary Default是6446 但你可以改的了 你改成3306 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这是Rate的 这是做Rewrite的 Primary 它指到Primary 如果说你是RateOnly 它是6447 另外一个Primary 如果说你今天 三个节点 这两个是Secondary的时候 你的Router在RateOnly的时候 找6447的时候 它是在这两个Server上面 这两个Secondary里面轮着打 但如果说今天你要做写的动作的时候 找6446的时候 它在Primary上来做 这个是我们在大概4年以前 我们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InnoDB Cluster 我们现在更进一步 长久以来 我们说今天你在同一个中心底下 你形成一个高考量架构 很好 但是如果说今天要support 你做跨中心的溶灾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推出另外一个架构 叫InnoDB Cluster Set InnoDB Cluster Set 那一样用MySeal Share来建说我今天建一个Cluster 然后有三个节点在这上面 然后我再建一个Cluster Set 这Cluster Set把当下的Cluster放进去 做完以后在Cluster上面 可以再add一个Cluster进来 这个Cluster可能是在另外一个中心里面 那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两座Cluster中间它会做一个非同步复制的复制 会自动帮你做个非同步复制 它为什么要做非同步复制呢 因为通常我们跨中心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频关和网络的稳定度 常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网络可能频宽不够 或是可能会掉下来 如果说你是用这种group occasion的方式 来做比较强一致性的这种复制的时候 它的性能会受到影响 有可能会因为长久来 你的网络断掉了 你的那个节点没有人回应的时候 那个节点会被驱逐出去等等 这些问题都会发生 所以它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一步复制来做 跨中心来用一步复制来做 用这样的方式帮你做什么 跨中心的favor 如果说你一个中心掉了 另一个中心扶起来 但这个中间过程 你可能会有一些事情要做 所以把这个中心带起来的过程 不是自动做的 这种组里面的节点切换 可以是自动做 你的AP不需要管 你人也不需要管 但是跨中心之间的 这两个cluster之间的切换 你人要去管 为什么呢 因为两边的资料 不是随时一致的 所以可能造成 有些资料你要去补它 所以通常你要人工去干预 说今天你这个中心掉了以后 另外一个中心的资料 你要带起来之前 你先把该有的资料补上去 再带起来的时候 才不会造成AP端 看到一些异常的状况 这是它是帮我们去做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的一个高可用 这是我们在高可用上面所做的一些事情 Database里面 在马来西亚8.0上面 我们对安全性做了相当多的加强 早期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用过比较老的马来西亚没有 比如马来西亚5.5以前的马来西亚 database 你在设计Database的时候 你可以没有任何p数的 像这个对很多的优势 虽然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看到 在5.5前引设计Database 它的root count没有p数 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root 然后进去没有任何p数 干任何事情都有 我觉得很多的 因为它不是DV出生的 Developer出生的 它可能也不管这个 它就是可以用就好了 然后就推出去了 然后大家摸不摸就开始用了 然后越用越好 大家越用越高兴 然后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最后有一天发觉 诶 被害了 或者你Database里面出了些什么事 被人家资料倒走了 那到5.7以后 我们做了一个改良 就是你今天在装Database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产生 它自己产生的一个p数 你要记下来 然后你才能登录进去 登录进去第一个事情 你要什么 你要去auto那个user 把那个p数改掉 改成你自己的p数 接下来你才可以用 在5.7以后 你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8.0上面 我们加上一些p数的一个plugin 这plugin它可以帮助我去做什么呢 可以帮助我去设定一些p数的规则 比如说我p数必须要大小写 必须要文字数字等等这些规则 我可以设定我这p数可以用多久 你可以设定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改 类像这个规则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这是一般的社区版里面就有了 我们叫p数的plugin 如果说要更进一步 你要符合现在企业上面比较严苛的一些 p数的要求的话 我们在企业版里面提供一些事情 可以帮助你 这些东西包含了masking 所以masking就是 你会有一些敏感的资料 但是你这个tetabase可能很多人用 可能有一些第三方的 你到外面去找个顾问公司来帮你做一些事情 但是那些敏感资料 不需要让他看到原原本说的这样 比如说你的身份证代号 你的银行账号 这个他都会需要把它做个乱码 这个我们叫datamasking 有datamasking功能 但是这个datamasking 不好意思 他是叫我下课了吗 OK 继续了 不管了 这datamasking功能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可以帮你做验证 因为有你说application 我虽然看到不是真正的身份证代号 但是我的application还是要去辨认 它真是身份证 我可能有些验算的过程 验算的时候最后一码是身份证的验算码 那个验算的那个algorithm我要放进去 这个也可以帮你做 TDE TDE全名叫transparent dataincreation 所以transparent dataincreation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最后你的database 你的table还是落地到5上面 你会有table space 然后落地到5 那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application 是重要的application 然后你用marser来做的话 我整个dataDI 里面那些资料 我通通把它抄出去 然后再放到另外一个server上面 完全可以看的 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 但是有人说我今天是银行 我这个东西要抄出去的时候 我需要有个保护 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它一个key 你加个key在那个data file上面 除了data file以外 reload log啊 binlog你都可以加 然后呢 甚至把整个hardy 你都把它抄出去 再到另外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 有些银行它可能会要求说 我要有备份 备份的时候可能要把整个资料 抄到磁袋上面 然后磁袋放到另外一个山洞 或者它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那份资料 如果说你要到块的话 你的server 必须要能够抓到一个key 通常我们可以透过一下keyboard 或者指定 比如你放USB上面也行 或者是我们可能就直接 用keyboard session 来装那个key 来管理这个key 它拿了那个key以后 才可以解开这个data file里面的资料 你才可以读得到里面的资料 这个我们叫TDE 那TDE里面还包含了key的轮换 因为你的key 可能不是一辈子在用的 你可能会三个月要换一次啊 那key的轮换的时候呢 你这些data file里面的运算的过程 你可能要重新再换一次 所以也可以支持 它可以跟外部一些 比如说LW3的authentication 来互相结合 那它可以做publickey跟publickey的encrypt RSA的encrypt 就是如果说你资料是敏感的资料 你要塞到data base之前呢 你要做个加密 这个加密 在一般的社群版里面是有的 但是它是对称加密 比如说你今天加减密 你要用同一个钥匙 同一个值 这很多人认为不够安全 因为所有读的人 都在拿到那份钥匙 但是你要今天如果说要做得比较安全 我们有RSA的encryption的algorithm 它用两对钥匙 一对钥匙就是公钥跟私钥来做加密 这样是可能比较安全的 因为公钥可能大家都有 可能每个人都有 公钥匙是不太一样的 私钥匙只有一份 私钥匙只有一份 那我今天加密的时候 我不需要把私钥匙给你 只要用你的公钥匙就可以解开来的 Fiwork DataVity有防火墙 这个Fiwork可以帮你去检测说 你建来这SQL命令 是不是可以执行的 可以执行 我才帮你执行 不能执行就把你reject掉 Audit 它可以帮你做集合 集合你的一些 比如root account 比较大的权限账号 有一个监控的工具 或监控的服务 来帮你监控你的database 有企业备份 那是从底层来帮你做快速备份的 这些是在企业版里面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上面有持续来做一些改良 这是我觉得我今天在这个筛区里面最想讲的东西 我们在前两个礼拜 才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各位你知道马来西尔8.0推出了多久了 推出超过四年以上的时间 那应该是非常久的时间了 很多人认为说一般来说马来西尔大概就三年要推出一个新的大版本了 我们现在都一直没有推出 但跟云的运算有关系 我们希望云维持一个稳定 而且我们以往的版本推出模式 我们叫DMR Develop My Strong Release 就是我们比如8.0 你有8.00 20 21 22 23 那个小的版本 它在推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功能 除了Fix以前的Bug 它也会加新的功能 这当然很好 你会不但有新的功能可以看得到 或者你有新的功能可以用 但问题是 常会碰到一个问题 新的功能加进来的时候 会造成你的产品的稳定度 某种程度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你的软体够大的时候 你会发觉千一反而动全身 所以我们现在痛丁失痛 我们自己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把整个版本的发行模式改成 我们叫LTS Long Term Support Long Term Support 什么意思呢 它有两种版本 一种叫做Innovation 创新版 创新版 我们在前两个礼拜才推出了 我们第一个创新版 马来说8.1 所以现在不光是有马来说8.0 马来说8.1终于出来了 但是马来说8.1 对不起 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只有三个月 或是多一点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会有8.2 8.3一次类推 这个创新版 创新版里面会有新的功能 但是我们仍然维持LTS版本 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现在的8.0 它就是LTS 现在的8.0是8.0.34 8.0.34以后 你可以看到35 36等等这些版本 还会持续推出 但这个版本上面 不会有新的功能 它只有Bug Fix 它只有Bug Fix 那这样的话代表说 我长期来说8.0 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稳定 因为没有新的功能 所以它的引进的 不稳定因素相对就没有 但是我不断去Fix它Bug 所以越来越稳定 但是新的功能 我可以在Innovation版本上面看到 我可以在8.1 8.2上面看得到 原则上就是 我们大概一样 维持三年 LTS 一个LTS出来以后 维持三年 三年以后 我们再下个LTS回出来 三年以后 我们下个LTS回出来 所以下个版本呢 不知道 可能是8.4 8.5 不一定 那个时候会有一个LTS的版本 再下个版本 可能是9.0会出来 那三年过去了以后 就一个LTS出来 所以在同一个 支持周期里面 我们LTS出来以后 最起码会维持五年的 Premium Support 就是Premium Support 三年的Exchange 就五年过去以后 有三年的Exchange Support 就扩充服务 所以原来是8年 整个收明周期是8年 整个收明周期 过了8年以后 它就不再支持它了 不再去出新的Bug Fix 等等这些功能 就像现在5.7 5.7到今年的10月以后 它就没有Bug Fix了 今天4月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还在用5.7的话 可能尽早规划一下 尽早规划 想慢慢去申请一下 那这是我们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这样的做法 主要的目的是 第一个 你用户又可以拿到稳定的版本 你看拿LTS 那我们又不断有新的功能加进去 那新的功能滚进去的时候 到LTS 实际上是 LTS版本里面 都会有以前的 Innovation上面的 这个功能 那这个是 这部分 另外呢 我们对于Developer的Support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 我们有个别的零零散工具 有WordBench 有MisterCommand MisterShare 现在我们有个计划 就把它整合起来 VS Code 各位有没有用过VS Code 有人在用VS Code吗 不少 不少 我想大概 我相信这里面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 是用过VS Code 相当好用 相当Powerful 那我们也加入 就我们 老实讲 就是我们打不过别人 我们就加入他们 所以呢 我们在VS Code上面 做了一个MisterShared plugin 那这个MisterShared plugin 做进去以后呢 在我们后面 我们下午会有两个Session 在那边讲VS Code 都如果对VS Code MisterShared plugin 有兴趣的 MisterShared plugin 可以来看 那我们把Message 放进去 所以Message功能 在VS Code上面 但Plugging做完以后 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我们也把一些 WordBench功能放进去 DBA该有的功能 都放进去 你DBA上面所需要看的一些监控的功能 开关DBA 等等这些操作 我们也放下去 所以你看 做得非常powerful 然后呢 另外呢 它也跟云做一个比较完整的 这可能太小看不见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 你也是Oracle的云的用户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VS Code上面 去管到云上面的MisterDBA 或是买到云上面的任何 的Compate Incident 你可以直接对它做assets 对它做管理 那这个是 还有呢 你可以直接帮它的资料到进到出 这些操作都有 另外呢 我们在 这个也是一个session 我们和专场来谈 我们在VS Code MisterShare for VS Code底下呢 support一个架构 REST Service 我们support REST support REST 然后在REST底下呢 它主要目的是有两个 第一个 增加你的相容性 就是你这个版本之间的相容性 它可以帮你做到一个某种程度的保证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会碰到一个问题 你的Mister深版以后 你的Client端呢 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它版本可能有些改了 你的Telibase有些改了 你会影响你的AP端的 那你upgrade的时候 这个很大 尝试很多人会觉得非常大的工程 那我们用这个来做个隔离系 我们在Mister REST Service 我们叫MIS Mister REST Service 做在VS Code底下 来帮你做这样的事情 那另外呢 它通过Router呢 来帮你做到高考用 那这所有的操作是在MisterShare 里面来帮你做这样的事情的 那这个后面都是云上面的东西了 那在 我们在云上面做了蛮多的创新 第一个 我们有把Mister REST服务放在云上面 第二个 我们在Mister REST的服务后面 加上一个东西叫Heatway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个查询的加速器 它可以帮你的查询的性能 加快到好几百倍 我自己本身感受 大概可以加快到100倍到400倍之间 那有些特定的SQL meaning 它可以帮你加快到1000倍的这样的 你可以想像 同样一个查询 尤其是我说 你今天scan那个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你这个 比如说你一个select meaning 然后呢select table 里面可能就是log几千万 或是几亿行的资料 然后你有group by 那些比较复杂的操作的时候 传统的Mister REST 你可能会需要好几分钟 甚至十几分钟 才能把那个资料查出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这样 变成一秒就可以查出来 这可以想像 它底下有非常多的功能 非常多的应用的方式 另外我们在Heroid底下 也加上machine learning 叫什么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它可以透过以往的资料 来帮你建一些预测模型 这是三类模型 一类叫classification 就是来预测说 你的 比如说预测这个客户走进来了 这客户会不会买我的东西 或者说像我们有很多machine learning 一些datasets在外面 比如说铁达尼 泰坦尼 泰坦尼就预测这个人 什么样的特性 他在泰坦尼的世界里面 他会活下来 有什么特性 这个特性可能会 对他有什么影响 就像这样子 这个machine learning 它也做在这个底下 对你的AP端来说 它只看到一个东西 只看到MySQL database 后面的东西 对它来说都是透明的 做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它也还是用一些 stored pursuit来帮你做 所以只要能够通 MySQL的protocol的应用 它都可以用 所以不光是你前面的 你自己开发application 或是在外面去找到 一些分析性的工具 比如说taproof 或是click等等 或者我自己本身的 Anet cloud里面的 Anet service 我们都可以在上面 去得到support 这个是云服务上面的 基本上就是透过云服务 来支持你的运算 基本上对DBA来说 他能做事情就很少 或是他就很轻松 甚至你不需要DBA 可能都可以做 因为所有的事情 几乎都是由Oracle 包含你的版本升级 上Patch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过程操作 我们也可以支持高考用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 Group Cation的高考用 他在上面也可以支持 很简单 你就指定说 我今天开这个Database的时候 你指定说 我要高考用 還是我后面要挂Hitway 都可以 如果说你今天高考用 他就做一个三个Database 的Group Cation在底下 然后你的AP 就可以看一个Endpoint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它的价钱非常便宜 相对于其他的Snowflare 这种分析性查询引擎 相对起来是便宜的 然后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大家可以用它的Machine Learning 这个Machine Learning 可以让我的做预测的过程 大幅的降低我的复杂度 包含我的模型的调整 資料到进到出 这个过程都不需要做 因为它通通在一个地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即使你不是Data Science 你不是资料科学家 你可以用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这样的人 DBA出生的 非统计完全是外行 非统计完全是外行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 一样可以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AutoMail 它有很多事情去帮我做掉了 这些事情包含 帮我选择algorithm 帮我选择特性 就是我今天要做预测的时候 我要预测 我看哪些因素 对这个预测有影响的 比如说哪些人会是我的客户 哪些人会买我的东西 那会买我的东西 它的特性是 比如它的年龄 身份 或者是种族 在国外有种族等等这些 或者它的收入 这些都是它的特性 有哪些特性会比较有影响 这些我都不需要知道 它自动帮我去挑这些特性 然后自己都帮我做调整 还有我做出来的模型和预测 它都可以帮我解释得通的 说为什么要做这个预测 为什么说今天这个人是我的客户 那个人不是我的客户 因为它的年龄可能是多少 或者它的收入是多少 所以它是会买我的东西 就是做预测 某种菜有点像算命 但是这个是有根据的算命的 然后这个AutoM它可以帮助我去做各种 还包含可以帮我去做异常的检测 这个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然后也可以帮助recommendation 这个我们在韓国就有个客户 他是做补习班的 他用这个东西做什么呢 去决定说哪些人他应该学哪些课 做课程的推荐 还有做考试题目的推荐 他做考试题目的推荐 就是他会根据你前面 根据你这个人的这些背景资料 然后再根据你前面考的那五题呢 答出来的结果 他可以再丢下面五题的测试 这个recommendation 然后他背后实际上就是一套 machine learning的algorithm 来帮你做这样的事情 它是在云上面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做时间序列分析 就是你可以多因素的 比如说季节性因素 还是国际市场的因素等等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以帮你做自动化的 我们有说autopilot的 所以很多事情 他就帮你包在底下了 包含了databit本身的管理 和它本身的操作 比如说你的databit schema的设计 哪些要用什么样的datatype等等 autopilot会帮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在云上面 很多事情它可以帮助你 就相当于你一个助手在旁边 相当于一个助手在旁边 就帮你做 另外呢 我们有云的服务 在上面 我们有提供 Myster Monitor Service 来帮你去 从云上面去管理你的database 这个 不光是可以管理云上面的database 它也可以管理在地端的database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推出 我们只是 现在是在 在 算是Alpha阶段 或应该算Beta阶段 Beta阶段的这个 这个云服务 所以这个 它做法是这样子 你在你的 地端的database上面 会装一个agent 这agent去收集你 地端的database上的一些状况 然后回馈到 Oracle云上面 由Oracle云来帮你做这样的 分析和管理 另外 这是最新的东西 我们出了一个东西 叫leghouse 所以leghouse 如果说你今天碰到的问题是 非常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后端 直接把你的database整个载进去 这个可能有很多的应用可以用得到 比如说你有一些 像IoT Internet of Things 这样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你今天做智能 做智慧型的导航 车子上面的自驾的导航 你会在你的沿途上面 部署很多的sensor 那sensor会不断收集资料进来 而这资料收集的 是量会非常大的 你可能很快 一天下来就好几个TP 我跟大陆的比亚迪他一个开发公司 有曾经聊过 他们一天会出现 会收集的资料超过三个TB的资料 然后他们需要保留一个月的资料 所以总共来说 不对 他们是十个TB的资料 讲错了 十个TB的资料 然后他一个月保留下来 大概就超过三百个TB的资料 资料量是非常大的 像这么大量的资料 你要来做分析的时候 你从Database里面带进来的时候 这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你不可能说做到及时性的分析 或是能够很快的 在半天之内帮你把这个事情做完 那我们在 这个外面有一个技术 叫Leghouse 我们也implement在云上面 他的做法就是 直接File File丢到我们的物件存储里面 或是像AWS S3的存储里面 都可以 做法就是你去建一个表 这个表告诉他你的format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支持两个format 是CSV或是Packet的format 然后你会告诉他位置在哪里 是个CSV 你告诉他位置在哪里 你告诉他位置在哪里 还有一些登录的一些 代表身份的认证的token 你把它塞在这里面 然后你告诉他 他的Engine是DataLeg 而不是一般的InnoDB 是DataLeg 然后Second Engine Rapid 这做完你去load它 Auto table sensor Second Load 这个就是把你这个File 载到HitWay里面去 载到DataBase里面去 然后你可以透过DataBase里 来做查询 做DataBase来查询 不过这个只有ReadOnline的操作 但也可以support 像Packet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我前面讲过的 Modular Service的操作 然后包含了你的容量的管理等等 当然我们现在也support多云的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跟AWS 跟Microsoft的Azure align一起来 就是我们可以让 Oracle Cloud的使用者 直接去access到 在AWS上面的HitWay的服务 如果说他真的需要 让HitWay的服务 更Powerful的HitWay服务 或是他直接透过 宽屏的一个屏宽 我们中间建一个宽屏的网路 直接跟在Azure上面的DataBase 来互相操作 或是相反的 你在Azure上面的AP 直接找到 Oracle Cloud上面的DataBase 和它的HitWay的Service 当然这个平台也是直接可以 我们有提供完整的平台来控制 然后 当然这上面所有前面讲的 Machine Learning HitWay的大量的分析性的资料 我们都可以在上面support OK 我的Session先到这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各位介绍幾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的高可用的创新 我们版本的更新 我们版本的更新方式改变 然后我们在云上面的新的Service 新的Service 跟各位介绍大概这几个重点 OK 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吗 OK 那没有问题 我今天Session先到这个地方 下一个Session是我们会谈 我们会谈一个新的东西 也不算新的东西有一阵子 但是我们会更进一步来谈Cubernetes 在MySQL上面准备去 用在Cubernetes上面准备去部署MySQL 到时候我们会请我们海南头 会跟各位介绍 OK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不好 OK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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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